Hello,大家好,我是Sundie 续上一期的案例分享 我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代表买家去买房的购房经理 这一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代表卖房卖房的经理 最近有一个卖房来找我 他是说通过朋友圈了解我 然后知道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能力和经验 所以来找我帮他卖房 我看过他的房子以后觉得也不错 他最近也做了一些装修 房子感觉的话各方面都挺到位的 那我们一般上市的话第一个星期 中共我们都会做open house 也就是说开放日 那让那个潜在的买家呢 过来来看一看房啊 来做一个walkthrough啊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呢第一个星期毫无例外 我们做了一个open house 那这个卖房呢 他呢和他先生呢 其实已经就是说搬到另外一个州去了 搬到另外一个州去住了 那为了这个open house 其实我也不知道 之前没给我打招呼 那临时呢就是说飞回来 那我们做open house呢 那卖方就找了借口说要进来取邮件 就处着那 就在那个什么 在这个房里面待着不走啊 往沙发上一坐 哇就是待在那不动 那这个怎么说呢 其实作为那个卖方经济哈 这个情况其实真的是 对卖方真的是很不利 但是我想这个卖方他可能不太了解 就是说在美国这个买卖房产的话 一般卖方是不参与的 这个过程 他就是为了屏蔽一些尴尬的情况 同时的话也是为了屏蔽一些 怎么说呢 一些不必要的一些 hustle 那为什么说不必要的 或者是说一些 甚至是一些communication 为什么呢 那这个卖方待在这 他往沙发上一处 然后的话有人进来看房 他比我们的那个 那个卖方经济还积极 去跟那个买家去沟通 然后讲他这个房子的故事 讲他自己怎么搬去外周了 然后这个房他花了多少钱 多少钱会装修 哇哇哇哇就是巴巴巴 讲一大通 你知道这对 对我们房产经济来说的话 这个真的是特别大的错误 就是什么 卖方不应该 不应该做open house的时候 储德纳去跟那个买家 去潜在买家去谈这些东西 因为他卖方是没有这个经验 和那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没有这个经验 去了解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那有些信息的话 你是不需要去那个什么 去不必要的去提供的 比如说你搬到外周去 这个情况 你可以提供可以不提供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 我觉得这没有必要说嘛 这你是卖房子 又不是说要卖你了这个 你这个卖方的故事 right the story 那他呢 就跟这个买家去说 我已经搬到其他周了 这个什么 这个房子怎么怎么样好 旁边设计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一大通 那说好 当然应该没问题 但是的话 有些关键信息 比如说你要搬到外周去 这跟买家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这样子说 你到外周去的话 只能是跟买家造成一个什么 一个信号 就说你非常着急要卖房子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搬去外周了 你这个房子是空置了 那你这个房子又没有出租 那你这个什么 就是已经有什么 有这个额外的经济负担了 你要付mortgage right 你要付mortgage 你要付按揭 那你去了外周 你还有其他额外的开销 那就说明这个卖方 肯定是有一定的经济压力 需要卖这个房 也许就可能会需要 早急去卖 那这样的话 他也许会觉得说 可以cut a deal 可以给他一个什么 低的offer 可以 因为卖方早急卖嘛 他说低一点价钱 他也许就会给卖方接送 那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做法 就是把这些不必要的信息 透露给买家 买家带领那边 然后甚至的话 这个卖方 既然自己volunteer的information 说我花这个 花了多少多少钱来做装修 那多少多少钱 我这些价位 多少钱就OK了 哇天哪 我当时听到这些 我都快疯掉了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东西 卖方很单纯的 把自己的底仗 他认为这是什么 他也许他认为 就是把这个笔账算清楚了 给那个买家去沟通 非常好 他花了多少钱 装修什么怎么样 那他没算进去什么 这个市场价应该是多少 他没算进去 他花了时间 多少时间进去 还有经历成本 时间成本都投进去的话 他这些都没有算进去 他只是算他的成本 他的material 还有 labor cost 他的那个劳动力的费用 更具市场的价钱 他这房子可以卖更高的价钱 但是因为他透露出来 这些所有的信息 给买家拿出了这些什么 inside information 那最后 open house结束了以后 我们收账的offer 都比我们预期的要低很多 甚至是根本就不能够match market rate 所以说 怎么说呢 我要总结的一句就是说 如果是说 你找某个agent带你去带领卖房 叫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而且的话 上市的第一个星期 第一个开放人 第一个open house 是关键关键关键的 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样给他一糊弄的话 那我失去了黄金时间 失去了黄金的机会 那这个后来 我只能是把什么 save the deal 尽最大可能去帮他把这 deal 什么patch it up 那怎么办 那这个damage is already done 那我只有尽最大的努力 去帮他拿最好的 possible best offer 那只能这样做了 所以说 这个分享这个经济呢 就是让大家知道 如果从卖房角度 如果你真的是 很有卖房经济 签约好了 你相信他的能力 信任他的那个资质 能够帮你把事情做好 就不要去怀疑这个经济了 就是再三强调一点 用人不宜 疑人不用 用人不宜 因为你不知道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还是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 就说你要 如果说你头疼 你不可能去看个脚科医生吧 如果你牙疼 你不可能去看个内科医生吧 你这个东西 专业的人 有专业的事情而验 他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OK 怎么去协商 怎么去谈判 你这样一搅和的话 那那那卖房经理 怎么去开展他的工作 而且你把最黄金的时间 给浪费掉了 这个只是跟你分享 一个案例分析 如果有什么 有观点的话 也欢迎和我分享 给我们一些评论 或者给我们一些反汇信息 OK 我是陈森林 我们下期再聊